刘仲敬 人物纵横谈江泽民 江泽民出身于辉州移民的后裔 扬州的殷实之家 从他遗留至今的故居就可以看出 东关区接近大运河 是扬州的富人区 祖父行医多年 又担任轮船公司的管理人员 江泽民后来说他们既不是地主 也不是资本家 其实住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他们比普通的地主和商人有钱得多 有背景的官身 例如著名的刘文彩 可能超过他们 没有背景的地主不大可能 城里人当中 只有外国侨民 官宦和言商才有更好的住宅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属于中产阶级的顶峰 江家在江泽民祖父一代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 不过江泽会自吹的书香门第 他们还差一点点 江泽民祖孙三代 包括所谓的养父江上卿 留下的诗歌都很糟糕 说明他们的家学还是有问题 只是在全社会美矿域下的大环境内 冒充绅士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而已 革命以后的医生和管理人员 大多数住不起数百平方米的花园小院 本身就是社会日益无产化的证明 这样的家庭不会轻易抛弃基业逃难 更不会落到处处不留爷 爷去投八路的下场 没有背景的因时家庭想要继续发展 自然会向有背景的方向努力 江世俊在汪兆明政府内飞黄腾达 在他们自己看来无疑是成功的表现 江泽民考入扬州中学的时候 战争刚好爆发 日本人的占领显然没有既改变江家的价值观 也没有妨碍不问政治的优等生爬向社会阶梯 江泽民在17岁的时候考上了中央大学 可见日本人和汪兆明确实保护了许多安静的书桌 江泽民后来自称江上卿的养子 但他显然没有分享盛战者颠沛流离的生活 江上卿是妾生的儿子 容易把家庭内部的压抑感转化成革命的荷尔蒙 如果江上卿顾念亲生儿子的安全 把他托付给南京国民政府官员的家庭抚养 比较符合人情势力 相反的安排就难以理解 如果这种说法是江泽民后来发明出来的 企图增加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资源 反倒可能性更大 江泽民的家庭没有任何公开反对 平静地接受了日本人主导的新体制 努力通过合法途径 在新体制内上升 他们的祖先在扬州十日以后 也是这样适应满人的 小康以上的顺民家庭遭遇乱世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 只有无横产无横心的社会边缘人 才会在意争取 异军或革命制式 称号的渺茫机会 所谓往往篡汉 西京群道皆称富汉 顺民社会无论反正都会把他们当成落草的盗匪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误入歧途的青年 除非几十年后发现他们的领袖恰好名叫朱元璋 如果这种小概率事件当真发生 家族史的编撰者就很需要强调党性的原则了 无论如何 江泽民是新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考虑到战争至少使中学停顿了一两年 江泽民家庭的生存模式和教育模式 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愿望 江泽民在中央大学的短暂经历 给后世的传记作家制造了无数麻烦 江泽民亲定地和热爱江泽民的作家 运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四处寻找 渴望发现江泽民和江上卿的联系 得到的结果不是比圣雄甘地的忏悔记录还无聊 就是比井冈山会师的主角名单还矛盾 江泽民唱过毕业歌 还参加过一次反对鸦片的学生社会活动 仅此而已 他如果确实热爱理论上的养父 显然已经表现出优秀布尔什维克的素质 没有向周围的同学暴露党的机密 江泽民讨厌的何曾悟江泽民的作家兴高采烈地宣布 他参加了理事群主持的干部训练班 然而任何稍有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 这些组织不见得比1986年的共青团邪恶到哪里去 如果读者的意思是要运用共产党整人的方式 公平合理的行使逆向解释的权利 江泽民当然就是汉奸 如果读者的价值观跟江泽民的真实家庭差不多 也就是无论谁当权 只管往上爬就行了 那就很难认为这种做法比 闷声大发财更糟 江泽民后来吸引 哈斯的多才多艺 主要来自宽裕的少年时代 江上卿的亲女儿江泽会回忆同年 就只记得无穷无尽的贫困和饥饿 白区党在南京附近的活动不少 明显没有江沉民小资情调的江泽民考虑在内 闷声大发财的价值观能够接受任何人统治 只怕统治者不够稳定 不幸由于日本的投降 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 国民党怀着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情 把强者的利用当成了自己原有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 把自己在穷乡僻壤吃苦的怨恨 发泄到留在沿海享福的汉奸和伪学生头上 汪奖斗争导致中央大学一分为二 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发现他们要替汪兆明付出代价 国民党颁布了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城市 相当于塔利班的毛拉对苏联培养的工程师进行甄别 田安知识分子给留美学生办学习班 伪学生江泽民一面高呼 科学不伪的口号上街游行 一面加入了共产党 他很快就发现江愤怒影像 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比较容易 论证 伪学生和顺民的无辜比较困难 满洲国的职业军人和技术人员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一致声称 前者代表还相团 后者代表翻身农奴 其实真正的翻身农奴出于德性 资源和经验的匮乏 一般只能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 被人利用以后牺牲 是他们预先注定的命运 共产党至关紧要的行动主体和组织核心 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都是汉奸 海乡团对步入歧途的青年翻身农奴的阶级暴富 只有改造物件和社会周边农村土改和城市公司合营 才是幕后核心 新社会精英利用翻身农奴打垮旧社会精英的过程 翻身农奴在精英路线上直接毁于海乡团的暴富 在屌丝路线上做完炮灰就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青年江泽民有没有从切身经验当中领悟这套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基亚为绿主义 已经无法考证 但他掌权以后的做法 证明他肯定在以前的某个时间段看透了这个世界 非材料专家们无比认真地挥武汉奸的帽子 恐怕只会引起他的轻蔑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的翻身农奴在整人技术方面还是不如列宁的嫡系 重新考试的小把戏南部岛江泽民这种优等生 他还是转入交通大学完成了学业 他在资本家的冰淇淋企业工作了两年 就落入南下干部的学习班手中 此后几十年 同样的故事不断重演 南下干部在上海 很像黄鼠狼占据了看门狗的位置 母鸡每一次觉得似乎可以安定下来生蛋的时候 黄鼠狼就要弄一个鸡飞蛋打的场面 黄鼠狼饿得爬不动的时候 母鸡又会觉得下蛋的好日子来了 如此周而复始 无约人民不仅习惯为征服者打下手 而且在长期的狼狈关系中已经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他们只能暗中怀念满洲人和日本人 因为有条不紊地吃鸡蛋总比折腾不休地砸鸡蛋好 但诚实从来不是弱者的美德 后者即使在怨天尤人的时候都是欺善怕恶的 学习班就是为江泽民这种人准备的 因为每一种德性都有其相应的克星 他永远不会放弃向上爬 因此非要追求进步不可 但阶级的烙印如此明显 显直是天造地设的教育改造物件 江家的文化传统就是无论如何委屈 在任何政权下都要尽可能适应环境 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干部眼中 这种人太适合虐待了 如果没有汪道涵的保护 他追求又红又专的努力很可能以悲剧收场 苏联专家准备在满洲建立史达林汽车厂的分支 需要一批剑袭工程师 汪道涵把江泽民塞进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留学生名单 这些人就是未来技术官僚的模型 江泽民不仅很快适应了计划经济管理者的角色 而且体现出颇有无约特色的分寸感 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运动 从来不会找不到整人的理由 例如你说苏联车床的声音比美国车床大 就是一条符合右派指标的罪名 但他从来不肯充当实验品性质浓厚的积极分子 从来不会打击那些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危险人物 这些特长保证他不断升官 但不足以保护他逃避接二连三的学习班 邓小平上台后 江泽民心有余记地说 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 他宁愿去美国读一个理工博士 不过他当上部长和市长以后 就不再说这种话了 毛泽东的破坏活动给技术官僚界留下了太多的空缺 实际上帮了江泽民的忙 如果他真到美国读博士 估计只能以工程师和殷实的中产阶级中老了 但他这种人如果没有遇上车祸和胜战者 总是免不了会积累一笔产业的 吴越人特别擅长依附秩序 但并不擅长创造秩序 江泽民意外崛起 其实是圣战者太多造成的时空扭曲 江泽民在1989年的风暴当中 仍然把自己定义为依附者和执行者 他显然觉得政策向什么方向倾斜 执行者不负责任 只要执行的成绩好 就是他的功劳 论功行赏是应该的 他时刻渴望向上爬 但基于大权的图谋 他根本没有 他能干活 但没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所做的事情 总是反映了依附目标的想法 他对依附目标的真正企图把握不准 说明他当时仍然没有进入核心 他在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实际上体现了赵紫阳的调和主义 他进京之日 并不知道个人前途是凶事级 他推行治理整顿 以为这是党内老人真正想要的 邓小平撇开他南下 他紧跟新政策也没有什么困难 别人可能责备他没有政治节操 他自己大概以为这不过是管家和工程师的职业习惯 邓小平年龄已老 力不从心 三次选择 一切不如一切 陷入了类似武则天和慈禧晚年的心情 经不起折腾了 时间能够战胜一切 包括肖雄在内 没有人对江泽民完全满意 但谁都觉得换别人只会更糟 他在阴差阳错当中行使管家的职能 活过了邓小平和双手沾满鲜血的老前辈 又在阴差阳错当中接受了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做想免费搭车客的红利 邓小平一代不能承担退位的风险 因为他们的革命本身就是一连串犯罪和间谍活动 他们做不成革命家就只能做犯罪分子 他们即使在统战需要开明统治的时候 本人也是残酷的 江泽民的统治往往是残酷的 对某些特殊群体甚至比邓小平更加残酷 但他个人的残酷就不如老前辈 经常流露胸无大志 求田问社的迹象 大权对他是躺来之物 意外之财 他在世界上不再有其他期望 只要别人不来妨碍他悶声大发财 他就不妨碍别人悶声大发财 如果有人妨碍他 他就会拿出列宁主义留下的镇压机器 但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 恐怕还是命运将这台机器送到了他的手中 他本来很可能变成汪兆明政权的高级事务官 或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总工程师 运用这些社会流行的管理方式 也不会有多少不适 体制在他的领导下 迅速退化为各种经营政策的分立集团 江泽民政权的特征是管家的务实主义 小是聪明大是糊涂 技术改善路线冲突 向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发展 希望时间继续替他解决一切麻烦 他躺来的体制留下了两项致命的遗产 共产主义的使命和天朝复活的使命 跟他搭上的便车路线南辕北辙 前者需要背靠欧亚大陆 向海洋体系挑战 后者需要背靠海洋体系 肢解大陆核心 两者早晚撞车 然而历史的时间表不同于个人的时间表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只要选好听话的接班人就成了 任何一方的路线转变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而一个吃饱的管家是不会为别人的宅邸冒险改变现状的 造化弄人 十几年来一直有利于他的阴差阳错 忽然转向相反的方向 仿佛存心要他在垂老之年面对惨淡的未来 全文完 感谢观看